土耳其以弗所圣母玛利亚故居 走访圣母玛利亚故居途中的圣朔相 其故居位在土耳其以弗所古城后山上 附近土耳其卡拉库阳 驱车前往山坡上的圣母玛利亚故居 故居景区入口 许多朝圣人群 地上钓石状的水池是受洗池 象征是通往天堂之门 传说西元37年至45年间 耶稣在被定十字架上职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约翰 受耶稣之托 奉养圣母玛利亚 随后他们迁积到小亚西亚的埃菲索斯 就是现在的以弗所 圣母玛利亚就在此安享晚年 1881年一位德国牧师发现此遗迹 1891年来自以斯密尔教会人员到此挖掘 认定这里就是圣母玛利亚故居 1951年天主教教宗将使十屋称为圣地 认定这故居的确实性 现在每年8月15定为圣母升天日 朝圣的人群 陆续进入故居 摩拜圣母玛利亚 再由后面十屋出来 十屋内被朝拜的圣母玛利亚塑像 故居外朝圣者可买蜡烛点燃祈福 三座圣泉水 饮用或使用这圣泉水 据说有神奇的功效 分别为财富、健康、幸福 俗话说心诚则灵 圣泉水接下来是许愿墙 密密麻麻的贴满许愿条 不知圣母玛利亚 能不能找到你奉上的许愿条 心诚则灵 想象中的耶稣诞生地 离开以福所圣母玛利亚故居 心想圣母是中国的妈祖 谢谢观赏